五月份的專案報告的時候 我就跟市長要求說 為了萬華要量身訂做一些 所謂的紓困啊 振興的方案 那在我這樣的一個爭取之下 只要萬華去自主性停業的 就有我的紓困補助 好比華南是美攤是2萬對不對 然後總補助是高達2014萬 那市場處你也有公告九大的場域 包括夜市市場還有這個地下街 有超過八成的攤商來申請 總補助是1356萬 可是這是紓困不是振興 那因為疫情期間 臨近撥皮寮的快篩站的這個 東山水街市場 還有周邊的居民來跟我誠情 說讓快篩站功成身退 那我們也成功了 不過這個期間其實 我一直在進行 跟他們在進行 去年我幫他們爭取的 這個文化局的一個經費補助 就啟動所謂一個藝術長廊的一個計畫 那我們把在地的年輕人 在地的人士 自治會去做一個連結 透過這樣的除壓的彩繪的方式 讓整個市場是煥然一新 變得很文青美麗 然後也是打卡的熱門景點 同時我們跟周邊的這個新副市場 把它串聯成 生具文化 教育 還有這個藝術 場域 讓更多的客人 走進萬華 走進市場 我覺得這個是後一期間 的另外一個振興市場的方案 那我一直要求市政府 你們要投入相關的經費 跟輔導協助 來幫助整個市場 去做一個包括市集 硬體跟軟體的一個環境的改造 那自從有市場經濟計畫開始 我就一直在講 然後叫你們要不斷的檢討改進 而且要加強宣傳 總算在今年 這個經濟計畫是 補助匡列了1873萬5000元 國有市場是900萬 那攤商市集是973萬5000元 也因為這樣的一個過程 他們這次參與很踴躍 那我覺得真的有必要 明年真的坦白講 預算該增加還是要增加 我是這樣認為 不過我必須提醒 像好比執行市場 去年在我爭取之下 包括監視系統的設置 還有入口意向全面更新 那燈光跟管線的一些 維護改善 油漆重灰 可是我覺得很可惜 結果這個燈光 還是採過去傳統的那種 日光燈管 然後油漆的顏色就是那種 傳統的灰藍看起來髒髒的 那就算勉強可以看的 就是那個入口意向的更新 其他感覺上好像 還是了無心意 變化不大 加上過去自治會 他去年在爭取的時候 比較保守一點 所以我希望啦 我希望你要 一定要體認到 不管是我剛講的 市場的精進計畫 還是我剛講的 可以跟文化局去結合 透過公共藝術的彩繪 讓這個市場的一個環境 體質能夠做一個改善 能夠做一個美化 塑造出它的一個特色 這個也是後一期間 另外的一種振興方案 你認同我的話嗎 是認同 好啊 所以啊 我覺得要去努力啊 對不對 是 否則你看 去年也是有這樣申請 經濟計畫 結果效果就不好 所以針對這個執行市場的部分 我希望這個部分 你們要去多加強協助他們 因為他們真的也 去年可能因為這個 不太知道怎麼樣去設計規劃 所以就有這樣的一個問題產生 好不好 好 另外呢 我也希望你們在我執行之後 提供一份萬華中正區的市場 經濟計畫的 他的申請的內容 跟你們的執行的進度和結果 因為我希望透過這個能夠幫忙 我自己選區的一些 攤判市集也好 傳統市場也好 能夠去做一個改造 因為畢竟疫情以來 對他們真的是影響很大 處長 是 回答我 呃 這部分呢 大概分這以下兩點 大概跟一座你做個報告 去年市集精進的一個執行情況 確實比較差 那或許是因為疫情 或許是因為宣傳的不夠多 但是呢 以今年110年度 也沒有輔導團隊嘛 所以今年就有了輔導團隊 對 所以有了一個輔導團隊 那麼現階段在110年的這個部分 3000萬裡面 大概已經已經核定了 大概2600 大概是2600萬了 第二個要跟一座這邊的 去做回報是說呢 在今年的執行成果完了以後 我們突然覺得 好像大家越來越有這個興趣 然後也越來越有加強 所以呢 在明年的這個預算的這部分 在市集經濟的部分 這些預算都有 做增加 對對對 因為不然不夠用 是不是 那我也希望在增加預算的同時 你們的輔導也要去做加強 是可以 因為畢竟他們 平常來講 對這些都是一知半解的好不好 那其實最重要是要跟他們有溝通的時間 因為這畢竟他們做生意的 你要跟他 找時間 其實他也蠻很早 找時間很好找嘛 管理員可以協助嘛 對不對 對 好最後我提醒你 如果在市場改建的一個 最近的一個規劃的內容 跟執行的進度 也要到我研究室來跟我報告 好 好 是